這個月16號 亞洲棒球錦標賽 就要在台中洲際棒球場開打了 我國代表隊的24人名單 也在今天正式出爐了 不過旅美選手呢 王維中和林子偉都還沒確認能否參賽 因此最後的陣容恐怕還有嚴肅 相隔將近三年 亞洲棒球錦標賽將再次點燃戰火 身為地主的台灣 為了迎戰其他五個國家 派出了以旅美幫為主力的中華代表隊 原先會擔任我國重要先發的 投撒真人和在名單公布後 才被告知球團不放人 因此改由其他人地補 另外還有王維中和林子偉 也都還沒有確定能夠參賽 中華隊的最後陣容 可能還是會有所異動 裡面的就是說 王維中這邊還沒有確定 但是也是先在榜上先入圍 還有林子偉這兩個選手 林子偉這兩個選手先在這裡面 希望在禮拜五 以前能夠對所有的里外球員 能夠做一個最後確認 除此之外 效力於翔尾蛇EA的黃維杰 雖然能夠披上中華隊戰袍 但球團礙於保護心態 也給了用球數的限制 這次的投手這邊放了11位 第一就是也是配合每位選手的投球限制 黃維杰他原本提的球數 我印象中是80還85球 那後來總教練有反應說 是不是可以多一點 後來又開放到95球 先前已經帶拼21U和光州市大運的 郭里建夫 這次繼續沿用不少舊班地 除了旅美選手外 還有幾位21U的金牌工程 也再次入選國壽 包含楊戴君 蘇智傑和曹佑寧 都名列其中 9月16號起 中華隊就要在台中洲際棒球場 全力為台灣留下冠軍 也提早為11月的世界12項棒球賽 暖身炒樂氣氛 UDN TV 吳嘉祐 米星台北報導 COSS IVbound COSS X8 F